我們社工常常都要是照個案去做縫飾 去做協助來講 是雲林縣社團的社工來講都很辛苦 他們都要這樣子走千里路可以縫飾 然後愛家愛戶去做縫飾來講 實在講他也是因為要有一雙好的鞋 因為我小朋友已經穿到開口笑了 他還是說沒關係主任我的鞋子還可以穿 只是開口笑而已 那我覺得說有時很不捨 那今天看到這樣子一個捐鞋的一個儀式來講 其實有家會板多雲林縣這樣子需要協助的孩童 我們言傳公益慈善基金會 這一次呢捐贈了雲林縣政府六千七百多雙的鞋子 最主要目的呢就是我們發現了在某些機構裡面 其實我們的好朋友們缺乏一雙舒適好走好穿的鞋 也讓我們的社工們在做這樣社會服務的時候呢 也希望有一雙這樣子鞋好穿的鞋子 來做好社會服務的工作 所以我們特別捐贈了這些鞋子 所以我們代表雲林縣我們很多的這些團體 的代表包括我們雲林縣很多的這些弱勢的族群 來感謝我們總董事長好友嘉的愛心啊 那付出實際的行動來關閥我們喔 一雙鞋就是一份愛心一份的溫暖 我想一雙好鞋可以帶著我們走遍千三萬歲 那最重要的話就是說這份的疼心喔 尤其是來自我們自己相親 也感謝他們對社工的這個均勁和照顧 也讓我們我們雲林縣這些公司的公司 公司部門的社工可以在到一份關心 另外還有一些後面還有一些鞋子 我們會利用國中的這個中學 來做調查 把鞋子做最好的運用 每一個有需要我們這裏就需要家後和小朋友 因為它大大小小小 每一種的村村都有 還有女朋友的女朋友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每一項